改革开放 不知的石油天然气,每年都会从国外进口大量的资源,尤其是天然气在冬季的时候,需求量更是加大,几乎每家每户都会使用到,不过就在近期关于天然气的好消息传出了,中国一举拿下了1.6万亿的订单,这一订单也极大的缓解了中国天然气市场的供应失衡的局面,也让中国的网友纷纷点赞, 据悉这是国内首个签下特大型能源的合作项目,亚马尔项目,该项目年产天然气可达到了250亿立方米,我国计划每年够400万吨的天然气,不仅可以有效缓解我国天然气供不应求的态势,而且在运输方面也大大缓解了预售时间,该项目将348条货船停靠港口,通过北极东北航到白令海峡, 向我国供应天然气,只需要19天,这比一般的运河航线,节省了20天左右,而在之前澳大利亚,是世界上资源比较丰富的国家,也一直是我国进口天然气最多的国家, 但因为中国资源的需求量大,澳大利亚便多次提升价格,而这次的亚马尔标注着我国不再依赖澳大利亚进口天然气,而消息传出后,澳大利亚很多人也开始喊话,声称不能抛弃我们,毕竟中国进口一直都是澳大利亚非常的重要的财政、收入,对此,你们觉得中国要不要帮助呢? 中文字幕提供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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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中文字幕提供